医院门口无障碍车道 是给富康巴士或者是医疗巡回车暂停的 就有一辆挂着立院停车阵的宾利车停在这里 台大医院助卫警请他离开 宾利司机竟然是呛瞎要告助卫警毁损 到底车主是谁引发关注 千万名车好霸气大啦啦停在红线上 地点还是台大医院门口 当时被台大妇产跟医师募集停在这边 有一辆兵力他挡住的通道 其实在这一排能够临停的 只有无障碍技能车医疗巡回车 或是向这台富康巴士 上下车给病人方便 就是如果是停在他边的话 就我们会请他离开啦 只见一般车辆占用这排无障碍车道 助卫警就会提醒驾驶开走 就在28号下午台大妇产科医师石井中 目睹挂由令院停车阵的兵力车 司机跟助卫警吵得不可开交 说要告助卫警毁损 石井中看了看车好把无伤 要帮助卫警坐证 如果兵力车不开走 就要请拖掉车来 只见司机拿起电话 不知道是打给谁处理 那部分只要助警队过来赶 他们都会很事项马上开走 昨天那个不但不开走 还跟助警队呛呛 石井中脸书上还反凤说 助卫警态度要好一点 不然人家老板不开心 把台大买下来请你走路 连富康巴士驾驶 听了兵力车行径也惊呼太离谱 到底兵力车车主是谁 为什么有立法院停车证 走一趟立法院大门口外 都是公务车 驾驶透露立院停车证 每年更换一次都要经过登记 总务处则说 台大医师拍下的照片 没有完整车号 无法查询是谁申请事件曝光 已经让大家非常好奇 比利车主到底是何方神圣 记者张志者黄树芬 台北采访报道